苹果酒也称为甜苹果酒 软苹果酒或简称苹果酒是在美国和加拿大使用的名称 只有苹果制成的味精过炉、无糖、非酒精饮料 在美国,它通常简称为苹果酒 但不应与世界其他地区称为苹果酒的酒精饮料混淆 在美国,它被称为硬苹果酒 苹果酒是透过从整个苹果中提取新鲜苹果汁制成的 包括苹果盒、苹果尾、奇怪大小或形状的不完美苹果或苹果皮 由于悬浮液中含有细小的苹果颗粒 新鲜苹果酒是不透明的 并且通常比商业煮熟和过炉的苹果汁更酸 尽管这可能会根据所使用的苹果类型而有所不同 苹果酒有时会经过80杀菌或暴露在紫外线下以杀死细菌并延长保质期 但传统的未经处理的生苹果酒仍然很常见 苹果酒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和矿物质 使其成为健康的饮料选择 饮用苹果酒的一些健康艺术包括 一、改善消化 苹果汁含有果胶、一种可溶性纤维 有助于调节消化系统并促进规律排便 二、减肥 苹果酒热量低 水分含量高,是减肥的好选择 供应苹果酒的传统方式包括以下几种 一、热饮 苹果酒传统上在秋季热饮 它可以在炉子上的平底锅或慢炖锅中加热 二、冷藏饮用 苹果酒也可以冷藏饮用 它可以在冰箱中冷藏或在冰箱中过夜 三、加冰饮用 苹果酒也可以加冰饮用 以下是美国和加拿大一些流行的苹果酒品牌 一、土拨属苹果酒 二、三、翠苹果酒 四、强供苹果酒 五、鱼叉苹果酒 六、土拨属苹果酒 七、八、克里斯瓶苹果酒 九、强供苹果酒 十、鱼叉苹果酒 十一、土拨属苹果酒